沒有必要不要去動它 那很多同學常遇到說 老師我明明safe了 我什麼動作都做了 但是怎麼跟你不一樣呢 我剛剛不是特別強調 第一個你的工作 有沒有workspace 工作區的名稱 務必不要用中文的 第二個呢務必不要放在隨身碟 還有什麼 反正就是這種小細節 因為如果你用中文名稱 很抱歉就是 它沒辦法產生 不知道為什麼目前應該是 對中文的資源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產生之後的話呢接下來 我們已經連結了 宣告了連結了 再來要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我要偵測 到底user有沒有點下去這個動作 那在那個 在Visual Studio很好做 Visual Studio或者什麼VB Viva點兩下 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事件 然後呢自動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可是這個動作呢 在Android裡面沒有這麼方便 你要自己建立什麼呢 建立Listener Listener 要在上面隨時掃描 到底使用者有沒有點下去 所以要怎麼建立事件呢 特別是用這個物件 B01點 要set 自己要set 要設定什麼 set on click 有沒有其實打一個set all 後面呢 我通常知道 但是我沒有整個背下來 為什麼set all呢 set on click on click listener 我要在上面設一個什麼呢 Listener 這個Listener呢 請你在上面new 設定還沒有開始真的產生一個Listener 而是後面這個new的動作 new之後呢 才在記憶體配置空間 放什麼呢 放Button 因為我要在哪裡 放一個Listener 在按鈕上面 所以呢再打一個Button B-U-T-T-O-N 點 後面請你加上一個on click listener set這個東西 那點之後 這個Eclipse它沒有辦法偵測到 所以後面這個動作 必須要自己貼上去 set new一個什麼 Button點 on click listener 後面給它一個 它的這個方法的小瓜糊 然後呢 再給它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意思就是 要做什麼事情 當我偵測到了 哦 使用者有點了對不對 我就給它一個大瓜糊 去做什麼事情 最後呢 再一個結束符號 OK之後的話呢 請你在游標 因為我們有大瓜糊 可是沒有做事情 Eclipse很聰明 它說哦 你要實做一些事 所以你游標 移上去之後的話 它會 自己問你說 你要不要修正 這邊我建議是哦 讓它幫你修正 為什麼 因為你要自己建立實做的方法 很容易打錯字 如果說你讓它幫你新增的話 你點下去來看哦 點下去 你會發現哦 有沒有 這個Void on click 這個東西哦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比較不會錯 因為有些同學自己打 奇怪怎麼都會容易出錯 新增實做方法就比較不會錯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剛剛這個程式 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選取起來 從哪邊呢 從這個方法 Man底下 一直到哪裡呢 到它的結束 它的結束在哪裡 在這裡 你點這個開頭 它會有一個灰色的一個框框 告訴我們在這邊結束 那我就先把這個部分呢 把它copy起來 然後再到這邊把它這樣 貼上去 貼上去 還要再做修改 所以請各位先做到這裡好了 第一個 先在畫面上增加按鈕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先宣告 連結 然後建立這個 建立事件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哦